北京时间3月14日22点半 沙特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利亚德胜利对阵爱补行 利亚德胜利在联赛排名第二 只比榜首的吉达联合少一个积分 是夺冠大热门 C罗加盟利亚德胜利后在联赛踢了七场 打进了八球效率非常高 不过并不是拥有顶级球星就会很顺利 利亚德胜利在沙超杯被淘汰出局 进两场比赛 C罗都没有进球 这让一些人不禁质疑 C罗的体能能否支撑整个赛季稳定的表现 此次利亚德胜利对阵的 是联赛排名第12的爱补哈 这场比赛利亚德胜利势在必得 本场比赛鲁比加西亚排除541阵型 他安排C罗顶在最前面 在C罗身后 萨米比纳吉 阿卜杜拉比海巴里 阿卜杜马吉德比苏莱西姆和马兰连妹出击 苏丹比加奈姆 阿尔瓦罗比刚塞雷斯 阿卜杜拉比阿姆里 阿卜杜勒拉赫曼比加里布 和柯南武后卫搭档首发 塔利斯卡坐在替补席待命 利亚德胜利效率惊人 开场11秒就攻破了爱补哈的大门 非常难以置信 进球的是萨米比纳吉 如此早就进球对于爱补哈来说 是巨大的打击 利亚德胜利在控球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机会也不断出现 塞罗的任意球射门没有打进 但是 他的队友阿卜杜拉比海巴里 则攻破了对手的大门 为利亚德胜利取得了两球的优势 此时比赛才踢了21分钟 爱补哈早早陷入了绝境 半场补食阶段 塞罗因为不满裁判吹哨踢飞皮球 拿到黄牌 半场结束 利亚德胜利2比0领先 利亚德胜利上半场控球率53% 七次射门 两次射阵进了两球 而爱补哈上半场只有四次射门 一次射阵没能进球 下半场一边再战 利亚德胜利再次迅速取得进球 穆罕默德比马兰立功 把比分改写为3比0 这让比赛更没悬念 对于塞罗来说 他渴望能够进球 但是 很遗憾 他的射门总是没能打正 爱补哈虽然落后很多 但并没有放弃 阿达姆抓住机会取得进球 为爱补哈扳回一球 虽然这样的进球没有多大作用 但至少不会让结果太难看 之后塞罗被主教练换下场了 塔利斯卡替补上场 最终 利亚德胜利3比1 祭拜爱补哈晋级 塞罗再次哑火 全场五次射门 竟然零射阵 有些罕见 这让他闷闷不乐 塞罗遭遇进球荒 连续三场零进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